无论是迎着海风享受乘风破浪快感 或是骑乘自行车走访湿地生态 风管处近年来不仅成功建制 结合文化教育及环保的旅游游城 各式游气设施的设立也越来越完善 因此特地在暑期推出夏季好看活动 邀请游客到大鹏湾来快乐放暑假 大鹏湾在暑假有感于大专院校的年轻人 所喜欢到南台湾来玩水 我们希望今年在东港地区 能够把我们这几年所建制起来 很完整的这种旅游的基础设施 能够介绍给全国的民众知道 除了湾浴美景以及鹏湾的多样活动设施 此次鹏管处特地结合在地32家 包含周边特色民宿 东港美食餐厅以及农特产等 要游客到访不需此行 我们今年特别结合了有32家的各种各行各业的民间的业者 不管民宿啦水上活动啦自行车的业者 或是特产品或者是餐厅 我们特别结合了32家的业者 然后我们请各个业者推出不同的优惠 就是要参加这样的活动 结合在地周边业者 除了要打理行销东港文化特色及观光魅力 也期盼借此带动产业发展 而鹏管处更筹划几张拿大奖活动 让游客感受活动的多元面貌 希望大家来体验我们 这个大鹏管理处有各种不同面貌的活动 不管运动 不管休闲 失地 我想都是一个 可能过去游客所没有过的体验 那我们节省欢迎所有游客来到大奔湾来玩 多元的好康优惠 以及周边产业的行销整合 欢迎游客踊跃前往 走访在地人文风情 品味于村小镇魅力 感受不同于以往的东港之美 屏东兄不停于相思 采访播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